大家好,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喜欢本频道的视频,请点赞收藏,现在故事开始。 高三,闺蜜爱上了校霸,她要求我带送情书。 我同意了,可情书却被校霸的女朋友当场翻出。 闺蜜为了喜清嫌疑,一口咬死是我做的,与她无关。 情书是许钊写的,我劝过她的,校霸有女朋友还是算了吧,是她说自己不想留遗憾。 闻言,校霸女朋友每天变着花样折磨我,撕作业,泼脏水,造黄窑。 我求闺蜜帮我告诉老师,她却说都是同学之间的玩闹,没必要闹大。 后来,我被凌辱致死,闺蜜却拿着原本我的保送名额升入北大。 再睁眼,我回到了她要求我替她送情书的那天。 招招,你就帮帮我吧,我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真的想让她知道。 见我不说话,她一副苦恼的样子,我也想亲手把情书交给她,可我作为斑花,一举一动都被人看在眼里,不像你做什么都无人在意。 耳边,闺蜜林思思的声音逐渐清晰,我冷不丁地打了寒颤。 环顾四周,我意识到我这是重生了,重生在林思思撒娇,央求我替她送情书的那天。 前世,在林思思一遍遍地哀求下,我心软同意了。 可那时的我,一心准备考试,两耳不闻窗外事,更不知道校爸和班里有钱张阳的张玲谈起了恋爱。 直到晚自习,情书被当场翻出。 就在张玲发疯掀翻桌子,要掉监控让写情书的女生吃不了兜着走时。 林思思突然站了出来,她脸色苍白,却指着我说道,情书是许钊写的,我亲眼看见她课间,色尽校爸桌兜里的。 我还劝过她的,校爸有女朋友还是算了吧,是她说自己不想留遗憾。 自此以后,张玲和她的跟班每天变着花样折磨我,撕作业,泼脏水,造黄窑。 而林思思则当事情从未发生过,继续维持自己高冷斑花的形象。 被困在厕所遍体鳞伤的我,求她告诉老师,她却说都是同学之间的蛮闹,让我别太小心严总找老师告状。 后来,我被凌辱致死,而她拿着原本我的保送名额升入北大。 我父母向张玲讨公道时,她一脸正义,是许钊非要插足别人感情,才会落到这种下场。 我劝她高三要以学习为重,更不能插足别人感情,是她不听。 更是明里暗里嘲讽我父母是墨见识的农民,才会养出品行败坏的我。 因此,我父母被赶出学校,恍惚之下被车撞死,而林思思却因为这段发言,被同学追捧为高冷笑花,声名鹤起。 看着父母惨死,看着林思思生入北大,我心里恨得牙痒痒。 还好,老天有眼,让我重生了。 这一次,我一定要让林思思付出应有的代价。 见我莫回应,林思思眼中闪过不耐烦。 许钊,你可是我最好的闺蜜,你不会不愿意吧,连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 我环顾四周,连忙笑着打断,帮。 当然得帮。 说着我飞快,拿走她手中的情书,接着与她拉开距离,大声地喊着,你第一次给别人写情书耶。 这魔难得的是我,当然不会拒绝了。 我的声音很大,教室里的同学听得一清二楚,齐齐地朝我们头来好奇的眼神。 什么情书,什么什么。 斑花居然给人写情书,斑花有喜欢的人了吗? 林思思看着周遭探究的眼神,瞬间慌了。 没有的是,高三了,我怎么可能给别人写情书? 她狠狠瞪我一眼,招招你在说什么呀? 什么情书,我轻笑一声,手里却还是举着粉红信封,假装惊讶,不是你说的吗? 已经高三了,想对江泽表明心意,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的。 此话一出,四下沉默。 全班都知道江泽早就和张灵在一起了,现在给江泽送情书,怕是不太合适。 更别提,张灵绝不允许其他女生接近江泽,更别说给江泽递情书了,被知道后,少不了被她针对报复。 上一世,林思思也是知道这点,才会拜托我递情书,更在被发现之后,毫不犹豫地把我推出来,让我做她的挡箭牌。 可中活一世,我不会再傻傻地被她利用。 我眼睛披向中调,察觉到身后来人时,我眼住嘴角的笑意。 手中的信封被赶来的张灵一把夺过,她拿着信,一脸不善地看着林思思。 是你写给江泽的情书,我替她收。 林思思瞬间脸色苍白,眼神慌乱。 下一秒,她红住眼,一副渲染玉气的模样,开口辩解,情书不是我写的,是许钊。 是许钊写的,和我没有关系。 后排,林思思的忠实拥护者王浩健壮,立刻出声,肯定是许钊写的,林思思可是斑花,追她的人不少。 再说她多高冷啊,怎么可能亲自给别人写情书,我冷笑一声。 前世就是这样,林思思是高冷斑花,不惜做给人写情书表白这样的事,而我则平平无奇。 所以这样的事,众人下意识就是我做的。 我暗暗翻了的白眼,对着王浩贴脸开打,你不能因为她没写给你情书,就不信吧。 感情的是乃能说得准,有些人一个眼神就是比别人连续送三年早餐好使。 说吧,王浩似乎想起这三年每天都逢雨无阻地给林思思早餐, 却没换来她的一次笑脸,整个人瞬间红温。 就在我们争执时,张灵早已打开了信封,自顾自地读了起来。 读到结尾处,她突然停了下来,落款处赫然在列的是我的名字。 在场中人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而张灵也开始目光不善地打亮着我。 林思思面带梨花,一副无辜的模样,真不是我写的,这下你们该相信了吧。 插足别人感情这种事,我怎么会做? 我甚至劝她,江泽有女朋友了,可许钊她,说着她物业不成声。 有人替她打抱不平,许钊,你还是斑花闺蜜呢,明明是自己不听人劝, 品德败坏,想插足别人感情,还把她扯进来,真不要脸。 就是就是,果然学习好并不代表人品好,众人都颇为同情地看着林思思,又鄙夷地扫过我。 他们眼中的厌恶和上一世的渐渐重合。 我气笑了,两世,我从没想过林思思居然这磨耸,落款也用我的名字。 上一世,张灵拿到情书太过愤怒,甚至还没打开看,就被她撕碎,扔进了垃圾桶,以至于这一世,我毫无防备。 我看着林思思偷偷弯起的嘴角,我知道她此时应该的一己了,可我不会让她得意太久。 面对众人的质疑,我二话不说,静止走向客桌。 林思思见我过来,双手紧紧攥着书包。 见我是打算翻找笔记对笔字迹,她末地放松下来。 见林思思一脸坦然,我心中了然。 她在写情书的时候模仿了我的字迹。 可模仿字迹不是一遍就能成功的,其他的信件想必就放在她的书包里。 林思思看着我翻找笔记的样子,眼中是藏不住的窃喜。 她一脸惋惜地看着我,悄悄地说着,是你非闹的,大家都知道。 这可是你自找的,接着换上一副看好戏的模样,我置若罔文,趁着她放松警惕之时, 一把抢过书包。 这是林思思书包,里面还有好多封给江泽的情书,是谁写的,一看就知道了。 林思思愣了一瞬,下一秒尖叫着,就要扑过来抢夺,可张灵身后的跟班不是吃素的, 林思思只能被迫乖乖坐在椅子上,神色紧张,却动弹不得。 信封一张张被打开,林思思已经被吓得脸色苍白,认错求饶, 我只是写着玩玩,我没有,是许钊让我写。 可话还没说完,有人讥笑着开口,怎么时吗,都赖给许钊啊, 他天天都在认真背书,什么时候和江泽有过交集呀。 倒是你口口声声说是最好的朋友,却转头被刺,真是慧眼, 刚才我差点都信了,林思思脸色长红,可想起张灵平日里欺负人的手段, 她还是哆嗦着求大家帮助。 可刚才林思思的行为,大家都看在眼里,莫一个人赶上前。 最后,她一脸哀求地看向我,我一个眼神都莫给她,笑死, 我是近视眼,看不现。 一整个晚自习,林思思都莫在出现, 连她的座椅上面也被涂满了不堪入目的文字。 不难猜,林思思现在正遭受什么待遇, 毕竟上一世,张灵就是这样对我的。 课间厕所,我听见隔间传来林思思小声的哭泣和求救, 实在默忍住笑出了声。 林思思仿佛找到了救命稻草,声音里带着藏不住的激动, 同学,麻烦你帮帮忙,放我出去。 我看着面前并未上锁的链条,想起上一世, 其实很容易三两下就能把链条打开让我出去, 可林思思没有,她一脸为难,说自己实在解不开。 我原本以为她是怕被张灵报复, 要求她帮我叫来老师解决, 可她却一脸正色告诉我, 许昭,这都是同学之间的玩闹而已, 你有必要告诉老师大提小做吗? 甚至还拦住想要帮我的其他人, 真默示了,大家都是好朋友,在玩游戏而已。 就这样,直到早晨, 满身被污水湿透发烧的我才被送去医院治疗。 见我莫回答,林思思的声音不免带上来几色。 同学,求求你。 我慢条思理地洗着手,回答,帮不了,解不开。 林思思瞬间爆炸,许昭, 你个贱人,快帮我解开,都怪你, 要不是你否认,我会被那群贱人关在这里。 我刚才替你遭受了那么多, 你赶快把我放出去。 我吃笑一声,情书是她自己写的, 落得如此下场本,就是咎由自取, 可她却浑然不觉,在她眼里, 我就该是她的背锅侠, 任劳任怨地替她承担一切不好的后果。 我看着她抓狂的模样, 故意提高声音,见人。 你是在说张灵,她在门口, 要我帮你叫过来吗? 林思思瞬间进了声。 林出门,林思思放缓了语气, 许昭,我最好的闺蜜, 拜托你帮我告诉老师可以吗? 老师肯定会管张灵的, 我头也没回,将上一试的话, 原原本本还给她, 这都是同学之间的玩闹而已, 就没必要告诉老师了吧? 林思思气得在隔间砸墙, 我没有在意, 还在厕所门口放上了维修中, 停止使用的牌子。 林思思,我前世的遭遇, 现在你也该尝尝。 第二天,直到早自习结束, 林思思才从厕所被放出来。 教室里,她眼眶红润, 咬着唇,可怜兮兮站在我面前。 只是她还没来得及开口演戏, 周围有人先忧出了声, 臭死了, 一股厕所味, 能不能别站着啊? 林思思脸色瞬间红温, 她眼神期待地扫过瓶时 总为她出头的同学。 可曾经总冲在前面, 为她打抱不平的男生, 如今一个个眉头紧闭, 捂着口鼻, 恨不得离她两米远, 连看她的眼神也带上来厌恶。 林思思受不了这样的落差, 当场就晕倒过去。 趁着林思思不在, 我向班主任申请了换位置。 我的同桌换成了一个可爱的女生, 她沉默寡言, 可上一世在我被欺负后, 只有她一个人愿意帮我。 接下来的几天, 我恢复了以往的状态, 连带着同桌一起招招准备 即将到来的保送考试。 得知张玲去参加一考培训, 林思思终于回到了学校。 她看着我的排名年级第一, 满联写着不甘, 在听到老师说, 只要我稳定发挥, 肯定能保送时, 眼神里更是藏不住的狠毒。 下课后, 一群人围在我的课桌前, 一边恭喜我, 一边抢着看我拿了满分的试卷。 林思思看着我高兴的样子, 钻紧了拳头, 一脸不满地跑了出去。 只过了一会, 班主任就出现在门口, 身后还跟着林思思和学霸王浩。 她一脸不屑, 斜眼扫了我一眼, 许昭, 你这次的第一到底是怎么来的? 班主认了一番话, 原本吵闹的教室立马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停下来手头的事, 一脸八卦地看向我。 身后的林思思更是一脸得意, 似乎在等着看我的好戏。 我站直身子, 不卑不亢, 我的第一当然是我自己考的。 身后的王浩赤笑一声, 扶了扶眼镜, 你怎么可能考第一? 你明明就是在考试前, 在办公室偷看了试卷。 否则你怎么可能考得过我? 看着王浩一脸鄙夷, 我忍不住冷笑一声, 你说我偷看了试卷, 证据呢? 没有证据就乱说。 你该不会是看我这次超过你拿了第一, 故意诬陷我吧? 话音刚落, 林思思一脸纠结地扣着手指, 站了出来。 我都看见了。 她一脸歉意地看向我, 许钊,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按理说我应该为你保密的, 可。 可是, 这对其他认真学习的同学不公平, 尤其是王浩, 所以我只能站出来了, 希望你不要怪我。 不知是谁, 突然大声地喊道, 女神, 好样的, 我们都听你。 林思思眼戳热泪, 仿佛鼓起勇气, 考试前一天晚上, 自习课我去上厕所, 就看到许钊, 她鬼鬼祟祟地在办公室门口徘徊。 等到走廊默认了, 她才偷偷推开办公室的门进去。 我在门口等了半小时, 才看到她笑着从办公室走出来。 晚上我还问过她, 去办公室做什么, 可她? 她一脸委屈, 她不告诉我, 还让我离她远点, 少管闲事。 王浩仰灼脸, 冷哼一声, 这不是心虚是什么? 要是真有事, 怎么会不说呢? 半小时, 估计把所有试卷都看了都遍吧? 我看着低头偷笑的林思思, 眼中闪过一丝寒意, 林思思明明知道的, 我那天去办公室, 只是有题目找其他班老师解答。 我们班的数学是班主任教的, 可她讲题时再是啰嗦, 还讲不清楚。 更是双标, 对上男生, 她会耐心地讲好多遍, 直至听懂, 还会适当地鼓励, 但对上女生听不懂时, 她就会服务一脸不耐, 女生就是笨, 这也听不懂, 干脆别读书了, 嫁人算了, 她更是不喜欢我们拿着题目, 问其他数学老师, 觉得这样会扫了她的面子。 有一次班里同学找其他老师问题被发现, 她在班里骂了足足20分钟, 更是一直故意针对她。 而我偷偷请教其他老师这件事, 从高三就开始了, 以前我和林思思关系匪浅, 所以我并未瞒着她。 她笃定我迫于班主任的淫威, 不敢公然说出, 于是借机污蔑我作弊。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见我莫回答, 班里其他同学也开始窃窃私语, 啊, 原来许昭作弊了呀。 可她看起来不像是这种人啊, 怪不得她能考那摩高, 甚至数学拿了满分。 原来是提前看题了呀。 在同学们的质疑声中, 班主任不屑地开口, 你们女生就是心思重, 爱背得理耍手段, 连高三一次考试也要作弊。 我知道你们女生上高中就是后劲不足, 总考不过男生, 但诚信考试也很重要。 我冷笑一声, 忍不住出口, 杨老师, 你说男生比女生聪明, 可。 我转身指了指班里的学生, 我们这个重点班, 三分之二都是女生, 就连班里前十也只有王浩一个男生, 其他男生莫能考进重点班, 没能考到前几名, 是因为不想吗? 就是, 凭什么就说女生比男生笨呢? 有同学小声地说着, 班主任想反驳, 可在事实面前没事磨能说的, 只好对着我横眉竖眼。 王浩不满地开口, 那你倒是说说, 你一个人鬼鬼祟祟去办公室干什么了, 是我教他去办公室的。 突然, 一道声音响起, 话音刚落, 教室门就被大力推开。 一般班主任笑着走了进来, 他眼神示意我安心, 接着三言两语兼解了我的困境, 他告诉班主任那天正是他值班, 全程待在办公室, 不可能有人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偷看试卷, 甚至还拿出了当晚办公室的录影证明, 全程我都没有靠近存放试卷的柜子。 我的嫌疑喜清, 可林思思和王浩的脸色却沉了下来。 试卷考试前都是由密封带装起来的, 要是有人私自打开, 第二天监考就能立马发现, 哪里还用得着你们心事动众这样逼问一个学生。 杨老师, 你不能因为王浩是你亲戚家的孩子, 就说什么盲目性什么呀, 说吧, 众人恍然大悟。 怪不得之前班里大大小小的好事, 都是优先考虑王浩, 原来是靠关系呀。 大家看向班主任的眼神瞬间充满了质疑。 再看王浩, 他的脸已经变成了猪肝色, 此刻他正恼怒地盯着林思思, 似乎在责怪林思思的计谋, 使他出丑。 一般班主任继续说, 还有那天是我主动叫许钊过去的, 我看这孩子他是好学, 还聪明, 就送过他鸡套卷子。 你看, 果然这次数学拿了满分呢。 说吧, 班主任低头抿了口水, 一脸得意, 卷子都是次要, 还是归功于我优秀的教学计划, 要不是我讲题细致通透, 他能考满分。 这下不止是我, 连全班看向班主任的眼神都带上来险恶。 一般班主任笑笑, 莫顺着接话。 转头, 他看向王浩, 眼神中带着审视, 听说你外甥这次莫考过许钊。 我倒不奇怪, 毕竟成绩差不知道找自己错处, 只知道找别人错处, 怪别人的人, 很难有什么进步。 王浩听得董老师话里的讽刺, 脸上实变成了猪肝色。 全班哄堂大笑, 王浩就要落花而逃时, 我叫住了他。 王浩, 我没有作弊, 这下你清楚了吗? 我毫不留情地说, 就因为我考得比你高, 你就能没有证据随便怀疑我作弊。 是啊, 太过分了, 刚才差点冤枉许钊作弊了。 果然, 人品和学习成绩不能挂钩, 就是就是, 有人替我打抱不平。 面对众人的质问, 王浩攥紧了拳头, 却转头指责起了林思思, 是他, 林思思信誓旦地告诉我你作弊, 我才信的。 我也是受害者, 你们凭什么都怪我? 要怪就怪他呀, 林思思似乎也莫想到, 一直以为跟在他屁股后面的王浩会这样指责他, 顿时也发起火, 凭什么怪我? 明明是你自己先怀疑许钊成绩, 才来打听许钊为什么成绩, 进步飞快的, 我只是说了, 我看到的。 是你怀疑他作弊, 拉着我找老师告状, 明明是你极度许钊, 还想把责任都推在我身上。 王浩, 你真让我看不起你, 我看着他们撕破脸, 狗摇狗的场景, 忍不住冷笑出声, 心里暗爽。 见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班主任出言安抚, 可一出口就把责任都推在了林思思身上, 要不是你没有证据就胡乱揣测, 会有现在这些事情吗? 林思思想反驳, 可迫于班主任的淫威, 只能硬生生忍了下来。 我看着王浩此刻的甩锅行为, 十分不迟。 虽然林思思为了污蔑我, 一直撒谎, 可这样漏洞百出的谎话, 事后仔细想想都该知道不会是真的, 可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 选择用这种拙劣的手段, 指责他人来安慰自己。 我冷笑一声, 对上他的眼睛, 挑衅地说, 王浩, 区区一个你, 还不值得我花这些心思。 说吧, 王浩攥紧拳头, 满脸写着不服气。 我继续说, 既然不服, 那就下次考试见。 届时我会让你知道, 你和我的差距在哪里, 书得心服口服, 见我不再追究, 班主任笑着把今天的事归于一场玩闹, 然后不痛不痒地说了王浩几句。 可林思思就惨了, 她被罚了整整一周的扫厕所, 还要在国企下荡着全校师生的面, 做一万字的检讨。 这和她一直以来维持的形象, 简直是天差的别, 可她别无办法。 周一, 林思思拿着长达一万字的检讨, 颤颤巍巍地站在了台上, 她硬着头皮开口。 可刚上去, 底下就传来窃窃私语, 原来她是这种人啊。 和平日里的清冷女神, 完全不搭边啊, 捕风捉影, 还诬陷同学, 不敢想, 我要是和一个班, 我得多崩溃。 这些话, 无一例外都在说她平时strong过了头, 才会现在崩了人设。 在全笑一声声的谩骂中, 林思思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得苍白, 最后终于晕倒在地。 见状, 同桌拍了拍我的肩膀, 朝我几眉弄眼, 这就叫自食恶果。 想到林思思最在意的名声, 已经被毁了, 我笑出了声。 嗯, 怎么不算呢? 晚自习结束, 我回到宿舍, 就看到林思思趴在床上正哭得伤心, 一副被人欺负的模样。 见我回来, 她皱着眉头, 一脸不满地训斥我。 许昭, 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你为什么要这模对我? 你为什么不帮我求情? 你知不知道当着大家的面做检讨, 很丢人啊? 你知道我今天被人说成什么样了吗? 你为什么不替我澄清? 她眼睛里是藏不住的怨恨。 我翻了个白眼, 莫好气地吐出几个字, 澄清什么? 澄现在这样难道, 不是你就由自取吗? 难道他们说错了? 难道这些事不是你做的? 林思思心虚地撇过头, 可下一秒又理直气壮地说, 就算是我做了那些不好的事, 可许昭,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朋友之间就该互相帮助, 互相包容。 可你是怎么做的? 我痴笑一声, 无论是前世还是现在, 林思思从未把我当作朋友, 而是一个好用的背锅侠。 小学她因为打碎了碗, 她被老师责罚, 于是将碎片塞在我的手里。 初中她早恋, 被父母发现, 怕挨骂就把事情推在我头上, 而自己摘得前前进进。 而我即使被老师罚站, 被父母毒打进医院, 也替她承受了这一切, 只因为她说我是她最好的朋友。 为了这一句最好的朋友, 我赔上了自己上辈子, 还好苍天有眼。 见我不说话, 林思思以为我听进去了, 脸上顿时浮现出是在必得的笑容。 既然你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觉得亏欠我, 那就把保送名额作为补偿给我吧。 我错愕地抬起头, 满脸血满疑惑。 她一脸为难地看着我, 许钊, 你就让让我吧, 要是拿不到保送, 那磨高的学费, 我爸妈肯定不同意我上大学。 许钊, 你成绩着磨好, 肯定能自己考上清北的, 你就不要霸占这个名额了。 其他两个室友上前给我洗脑, 是啊, 许钊, 思思比你更需要这个名额, 你是她闺蜜, 就帮帮她吧。 我看着面前三人如此厚颜无耻地请求, 我莫忍住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真有意思, 我自己平时立得来的名额, 在她嘴里却成了我霸占的。 我翻了个白眼, 莫好气地说, 保送名额对谁不重要。 我自己平时立拿的, 凭什么要让给你? 林思思耿住, 脸上带上了怒气。 想来也是, 以前的我, 无论林思思有什么要求, 都会立马答应她, 哪还会这抹极言吏色的反驳。 见我拒绝, 室友张燕立马跳出来替她打抱不平。 许钊, 我没想到你这抹自私, 就连这样一个小小的名额 都不愿意让出来吗? 你就忍心看着她墨学上吗? 再说了, 林思思这模漂亮, 她保送大学, 以后成功的概率可比你大多了, 到时候让她养你, 算起来还是你占的大便宜呢。 我在心里冷笑了声, 林思思还是和上一世一样, 道德绑架这套算是被她玩得得心应手。 我看向正在说话的张燕, 没记错的话, 上一世, 两个保送名额, 一个是我, 一个就是她吧。 于是我颇为赞同弟点点头, 笑眯眯地对着张燕说, 既然你觉得我白捡了好处, 那我把这个福气给你, 这次考试你可是年级第二, 保送名额也有你的份, 既然这样, 你把它让给林思思吧。 这样林思思以后养的人, 可就是你了, 说吧, 我拍拍她的监视液, 这样好的机会, 我就不跟你抢了。 张燕脸色突变, 立刻跳脚, 凭什么要我让给她? 要不要脸啊, 这可是我辛苦三年才拿到的。 再说了, 她养我谁信啊? 说吧, 张燕才反应过来, 尴尬地挠了挠头, 握住林思思的手,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觉得, 觉得你对许昭震魔好, 她肯定迟早会同意的, 我一定会帮你说服她的, 林思思扯了扯嘴角, 却意外地没说什么, 甚至反握住张燕的手, 一脸感动地说, 张燕, 你对我真好。 张燕见状, 松了一口气, 又和林思思宛如亲姐妹, 可我分明看着林思思眼中, 闪过浓浓的算计, 这个眼神我十分熟悉, 上一世, 林思思让我为她付出时, 就是这样的眼神。 可这一次, 倒霉的人应该不是我了。 接下来的几天, 为了避免林思思无休止的纠缠, 我软磨硬泡和老师申请换了宿舍, 在教室我更是完全绕住林思思走。 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在不停地背书, 准备着即将到来的保送考试。 林思思似乎是看完全没机会接近我, 于是转移了目标, 不出机日, 她和张燕便如交四期, 宛如好姐妹。 我看着她们的背影, 笑着摇了摇头, 现在的我并不想多管闲事。 这一世, 我只想先稳妥地拿到保送资格。 我想想上辈子, 莫能让爸妈看到我考上大学, 这一次, 我一定要风风光光地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可令我莫想到的是, 王浩会突然转学, 本想着能在下一次考试狠狠地打王浩的脸的, 可终究没有了机会。 同桌知道这个消息后, 愣了几秒, 随即笑出声来, 她可真是怂啊。 她甚至不敢和你再比一次, 就逃走了。 我心中了然, 估计在王浩看来, 被我这种人赢了, 很难接受吧。 毕竟我只是一个农村小女孩, 而她出自书香门第, 父母为了她的成绩, 补课费更是成堆的杂。 在这之前, 她一直蝉联年纪第一, 可突然之间被一个乡下来的黄毛丫头都去关注, 她一定郁闷死了。 可以想到她难受地吃不下饭, 我就高兴地多吃了两碗大米饭, 果然笑容不会消失, 只会转移在我的脸上。 又一次考试, 不出所料, 我成功拿下年纪第一, 保送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而张燕却在这次考试中被发现作弊, 当场被老师带住。 考场上, 纸条被翻出时, 张燕正埋头争分夺秒的答题。 直到试卷被老师抽走, 要求他立刻离场, 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他瞬间脸色惨白, 哭出声来。 尽管他如何试图证明自己真的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 可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 不出一早晨, 全年级都知道了这件事。 纸条就在他铅笔盒里, 他说他不知情就不知情吗? 肯定是他自己偷偷放进去的, 就是, 说不定已经作弊好多次了, 只不过这次碰巧被抓住了而已。 林思思一手捂着嘴, 脸上露出夸张的表情, 没想到张燕居然是这样的人。 天哪! 可他眼睛里确实满满的得意。 不难猜, 是林思思干的。 张燕的成绩一向很稳, 在这种关键时刻, 更不会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张燕作弊失去资格, 而保送名额就落到了林思思头上。 宿舍长廊里, 张燕蹲在门口, 小声的啜气, 我实在不忍看到他这样, 于是特意将宿舍门留了细小的口子。 宿舍里, 林思思正放着免提, 向家里人报喜。 他见我来了, 一脸傲慢, 许昭, 不用你让给我, 我自己就能保送。 我眯眯一眼, 认真地看向他, 是吗? 难道不应该说你运气好吗? 林思思脸色一僵。 我把玩着手中的铅笔, 继续说, 张燕也真是的, 怎么会选择这次考试作弊呢? 不敢上次我也被污蔑作弊, 有没有可能张燕也是被诬陷? 怎么可能? 我话还没说完, 就被张燕一脸紧张地打断。 张燕的作弊纸条被当场搜出, 一定是真的。 我笑了笑默在反驳, 告诉他明早会有记者到校采访我们后, 我退了出去。 原本在门口蹲住的张燕, 此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我知道, 张燕听了进去, 也产生怀疑, 这就够了。 第二天, 记者采访, 林思思换上提前准备好的长裙, 穿上高跟鞋, 而我就穿着身上的校服。 路过走廊时, 如林思思所想, 引出一声声赞叹, 好漂亮啊, 还是被保送的学霸。 好羡慕啊, 他们现在开始就自由了, 何止自由啊, 还有很丰厚的奖学金呢。 算上学校和社会补助, 估计能到手20W呢? 林思思听着欲发得意起来, 仰着头从走廊穿过, 于是她没能注意到张燕看向她愤恨的眼神。 采访时, 林思思将她巨大的裙摆铺在地面上, 摄像机镜头很小, 于是我全程只露出了一只耳朵, 我也不恼, 甚至如她意, 主动往外站了点。 原因很简单, 我看到在人群中一脸恨意的张燕, 为了防止被误伤, 我当然要站远一点。 林思思此刻已经兴奋地找不到北, 她对助记者大言不惭, 诚信考试是最重要的。 我们年级有个叫张燕的同学, 考试作弊被老师当场查出, 取消了保送资格。 她一脸不赞同, 不就是区区一个保送名额吗? 有纳摩重要吗? 重要到不惜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得到吗? 她歪着头, 鼓起腮帮子, 一副天真单纯的人模样, 反正我是不懂, 这样的事我也不屑于去做。 在众人的一片喝彩声中, 张燕芯红着眼, 冲了过来, 嘴里还喊着, 我没有作弊, 是你诬陷我, 我要杀了你。 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把刀, 林思思慌了。 她连忙伸出手想拉住旁边的我, 可就在刚才她一遍遍用裙摆枣衣把我挤得很远, 她根本碰不到我, 我迅速跑到人群中。 她惊慌失措, 转头就想跑, 可穿着高跟鞋, 下一秒就摔倒在地。 张燕早已失去理智, 扑到了她身上, 一刀一刀地砍。 明明是你故意把纸条放在我铅笔盒里, 我没有作弊, 我怎么可能作弊? 我努力了三年到头来却被你毁了, 你个贱人。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不一会, 仙气飘飘的白纱群彻底变成了红色。 林思思捂着被割伤的脸绝望地哀嚎着。 我看着林思思的惨状, 默忍住笑出声来。 周围乱成一锅粥, 可到底没人赶上前。 半晌, 林思思被抬上了救护车, 张燕则被带去了警察局。 由于这件事性质太过于恶劣, 学校开始了调查, 果然发现张燕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她真没有作弊, 是林思思为了保送陷害的她。 全效哗然。 大家都知道了, 林思思就是一条毒蛇, 谁跟她走得近, 她就会咬水, 她的名声彻底臭了。 紧接着, 她被取消了保送资格, 开除了学籍。 简直是大快人心, 我特意去医院看了林思思。 听医生说, 林思思引以胃傲得连毁了, 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口, 极为可怖。 张燕那鸡刀筒得很扎实, 林思思成了残疾, 还有严重的后遗症, 从此肩不能跳, 手不能提, 再无法与正常人一样。 我推开病房门时, 林思思正在歇斯底里地砸东西, 现我来了, 她变得更崩溃。 许昭, 是你害的我, 是你。 她目自欲裂, 近乎疯狂, 我不该是现在这样, 我应该保送去北大呀, 我还是全校公认的校花, 我怎么会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挑挑眉, 直到她肯定也重生了。 她还在一个劲地责怪我, 是你, 许昭, 该死的人明明是你, 你为什么要毁了我的人生, 我毁掉你的人生, 我笑了。 林思思, 重生以来的装装渐渐, 哪一件事不是你自己做的? 我只是不再愿意为你付出, 怎么就是毁了你的人生呢? 还是说你能光鲜亮丽地站在台前, 就需要我这样一个任劳任怨的雪包, 现在这个雪包不想出力了, 你就把生活的不顺一切都赖在我头上, 似乎是被我看穿了她的小心思。 林思思稍微有点不自然, 可下一秒, 她眼中闪过恨力, 许昭, 这是你欠我的, 说吧, 她举起了桌上的水果刀, 就在她快要冲过来时, 林思思的爸妈赶到了病房, 林思思看见他们, 不由打了个寒颤, 林思思爸爸上前就给了她一个巴掌, 你犯什么病呢? 敢拿刀对着老子, 老子好心让你读书, 你就在学校干着中丢人时, 你对得起老子吗? 林思思被打着缩成一团, 身上的伤口又裂开, 疼得她眼泪直流, 可没有人在乎, 她爸妈一个劲地催促, 别装病了, 赔钱晚意, 知道医院住一天多贵吗? 书既然读不出来什么名堂, 那就准备回去嫁人, 林思思猛地抬头, 却不敢反驳, 只能眼神殷切求助我, 可我就当莫看见, 甚至在最后她离开的时候, 特意告诉她, 是我打电话让他们过来的, 他们知道你被开除后, 已经连夜在村里给你订好了没, 等你回去就立马成亲, 听说对方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林思思, 你如今的这一切都是报应, 林思思狠狠地瞪着我, 脸色难看到极点, 可此刻的她身上没有半分力气, 只能任由她爸妈带她回去, 我看着林思思如今的惨状, 郁杰在心中的最后一团气立刻烟消云散, 出了医院, 我奔跑在无人的街道上, 众活一世的感觉真好啊, 美好的未来正在向我招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